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的部分被党按照需要给篡改了 我说这个历史的部分篡改的部分主要是跟党有关系的这部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会逐渐逐渐从一些平常不太注意或者民间披露出来的消息 我们逐渐逐渐会还原到历史的真相 过去的一个星期 几乎所有世界大的媒体都重新回复到薄熙来在主政辽宁时和大连时的最大的罪恶 涉嫌的最大的罪恶 原因就是再次把哈根斯的尸体展这件事情拿出来 而牵扯到尸体展呢 人们注意到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些尸体哪来的 这些人的尸体哪来的 到今天说不清楚 那所有的朋友可能正是在这个坑截 要审薄熙来还没审的时候 到底怎么面对薄熙来的时候呢 世界媒体正好前后把这个问题搭在一起了 而随着谷开来的被审判 随着王立军的四个马仔被审 是为了要掩盖真正实质的东西 那这件事情呢 再次重新提到呢 200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进行这个器官移植的事情 那2002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 这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年代 全国范围内进行器官移植 你知道有多少家当时可以进行器官移植 肾 肝 心脏 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在2007年说 全国有600家 美国有多少家 美国只有100家 那为什么有600家 在中国为什么有600家 买卖太好了 太挣钱了 那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2006年是个坎儿 我跟大家描述过 我说2006年 从我们昨天看德国之声在采访哈根斯的儿子时候 他明确讲2006年北京政府下了文件 所以他们就没有在中国在大连 在进行任何人的尸体的这个塑化工作 也同样是2006年 围维绕着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器官 加拿大的大卫玛塔斯 这是加拿大国家勋章获得者著名的维权律师 和大卫Q格 这是加拿大的最资深的国会议员之一 他在国会做议员32年 他曾经是加拿大政府主管中国事务的亚太斯的司长 他们两个人做了一次独立的调查 也在2006年 调查证明 从中国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大医院进行器官移植 作为主要的供体 被活摘器官的供体 是法轮功学院 那在当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不太接受 因为不接受的原因 就是人们不相信自己的耳头 能够听到是这样的事情 作为当时在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的中国呢 很多人比较欣赏着物质化的东西 收入增加了 买房子置地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场景 所以当时在讲这些的时候呢 人们不接受 而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描述过 全国有600家进行器官移植 进行器官的这种买卖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资料 南方日报在参访 广州一个泌尿科的医生的时候 他明确讲 一个肾脏 从身体上拿下来 几分钟之内 如果放在正常的温度之下 几分钟之内就可能出现变质 他最好的保持 就是说以最有效的保证 他活先的这个手段进行处理的话 只能保持24小时 那全国600家医院 截止到2007年 黄杰夫在所谓以政府官员的名义 在进行改造调整全国器官移植系统的时候 说的这番话 谁什么样的一个群落 来支持这600家医院进行器官移植 肾脏是非常大 需要量非常大 大家想看 一个人就有两肾 只有两个肾 而肾脏能够匹配的几率 就是说 你不能拿猪肾放咱肚子里 那不好使对吧 也不是抓一个人过来拿个肾就可以用上 那也不可能 没错吧 那这种背景之下 多大的这种匹配几率呢 不足1% 我们满打满算说 我们满打满算说 一个人有俩肾 就是说 谁需要一个肾 把另外50个人 应该说另外100个人 来匹配这一个人 如果一个医院 一年进行600个肾脏移植的话 它触及到6万个人 这是最基本的数 6万个人等于一个医院 进行这么去一年600个肾脏移植 这个肾脏移植 作为这个基数 那有600家医院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按惩罚 这么去算了 那它真正我们触及到 就是一个庞大的 我们无法能够接受的 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在为当时全国 从02年到06年 进行大规模器官移植时期的 一个稳定的供体 一个稳定的供源 货源 就像我跟大家说 你卖背心卖裤铲 你上西单商场批货的话 你给西单商场一箱 一箱一百件 你给它一箱的话 你仓库里怎么得 还有两箱吧 最惨 最损捏的有一箱吧 因为搞不好 你得做买卖 最怕的就是卖断了货 你供上货 放着钱挣着 是不是 而在当时 如果全国范围内 大规模进行广告 说明彼此之间 医院彼此之间 在争买卖 那他们必须有 非常稳定的货源 来保证他们供应啊 那你人 说我肝有毛病了 我上你们家医院来 你懵我 你没肝 人家说俩礼拜换一肝 你说一礼拜换一肝 我帮你们家来了 我等了俩礼拜了 我还没换上肝 牛料我就走了 这道理太清楚了 对吧 因为我肝完蛋了 我得找一肝 对不对 猪肝 我能吃这个 溜猪肝 我不能换猪肝 对不对 这道理多简单 所以这就是提出 最最关键的问题 什么一个群落 在那个年代里 成为了中国整个社会的 器官移植的 稳定的公园 这就是非常巨大 我们就说提到 那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 是被国家 是被政府 党 当成阶级敌人 进行处理的 它才可能成为稳定的公园 死刑犯不是 死刑犯不是每天 避十个避一百个 避一百个天天就跟吃油条似的 一天吃两根 一天吃两根 不是 对吧 它不稳定 你任何一个货源都不会稳定的 唯独一个全国范围内进行整体打压的群体 才成为这样的稳定的货源 也在2006年 为什么是2006年 也在2006年 实际真正第一个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的 是沈阳的军队当中的一位老军医 他就只表明自己是个老军医 他自己的良知 良心 无法让他能够接受他眼前的客观事实 他的良知迫使他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但是同样他提到 他不是法轮功学员 他自己呢 又不能够完全公开身份 他知道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的那种危险性 他有可能会被消失的 而他自己的有 他自己有孩子 自己的有家 有老婆 所以他没办法 但是同时受着他人性的这种磨难 他决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他前后从2006年3月31号 拿出第一个消息 然后整个中国社会就开始改变 在器官移植方面 今天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 整体的变化 当时真正触及到这件事情的整体的变化 我们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呢 因为老军医在有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前后有四篇东西 其中包括一篇声明 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份的说明 因为当时拿出来呢 反响非常大 包括后来他所被触及到的 他直接点名的苏家屯 说讲说苏家屯呢 是他知道的主要的一个地方之一 结果中共在后来 在他曝光之后 几个月之后 把包括美联社的记者在内的人 请到苏家屯进行参观访问 后来美联社这个记者 确实写了一篇文章 很有利于中共的体制 但是 扭过脸来 我们就会看到 中共卫生部 在相关的条例当中 在逐渐逐渐的退缩 受到这样事实的挑战之后 逐渐的退缩 退缩到这个星期一 中国卫生部发言人明确讲说 有关器官移植 是国内相关的医疗机构 和一些医生 真正的参与进去了 而他依然把它归咎于 叫做地下生意 地下买卖 他以黑市的方式 去掩盖真正中共的罪责 但是辽宁在这个时间 恰恰是薄熙来主政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会引起 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跟薄熙来现在被审判 是有关系的 正像昨天一个网友 在跟帖当中跟我提到 说涛哥你知道吗 北美最大的报纸 芝加哥Tribute 这是北美最大的报纸 详细的介绍了 谷开来被审 以及谷开来真正涉嫌 器官移植 贩卖尸体 贩卖器官 等等一系列的罪责 而芝加哥另外一个 著名的电视台叫WTN 也在他在北美整个涵盖 而主要涵盖的是 北美15个大的城市 也非常详尽的在报这件事情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场面 而2006年当时拿出来 这件事情的时候国际社会并没有像现在反响这么大 因为当时是比较单一的一件事情 而背后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法轮功被迫害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时间八年过去之后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不一样 薄熙来当年所作所为 今天成为了人们直接质疑的一个问题 中共能否把真正的真相展现给大家伙 我相信得有两期甚至三期的节目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 就是沈阳老军医前后写了三篇东西 四篇东西跟大家来分享他所知道的 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人性 那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老军医他在两个披露出两个消息之后 他发表的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呢他是这么说的 那题目就叫沈阳老军医发表了声明 这是2006年7月22号他发表的 那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资料呢 是2006年7月27号被希望之声呢 转载过来的 他说本人声明本人不是法轮功人员 也不是配合境外法轮功人员进行任何的政治宣传 更不是所谓由境外法轮功杜撰的虚构人物 是出于基本的人性与良知 因为很多在从前看来属于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事情 现在看来是非常惨无人道和毫无人性的 因此在本人晚年力所能及的进行一些事情 本人的真实身份仍无法公开 念及子女及下属都难以承受 可以说军事系统的工作效率是非常惊人的 各国都如此 如果不顾忌人性会更惊人 如果不身在军事系统其中 是无法体会的 他紧接着讲说 我本人目前并不提倡使用集中营来形容 因为这些器官共体群并不是像集中营一样的 专门用来进行器官移植而特别集中关押的 但是他们又像一个集中营一样的结果 庞大的器官移植数字是一个庞大的累计数字 由于器官移植的特别既要隐蔽又要合适 同时又不能被当事人及其家人所了解 因此具有很大的特殊性 那如果从全国范围的数字计算 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数字并不惊人 因为中国人口的基数很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任何被强制关押的囚犯 尤其是列入阶级敌人的囚犯 一切都不难理解了 对此本人再度进行重复 任何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供体 其本人及其家人很多并不知情 因此任何以宗教名义被关押的人员 实际上都有成为供体的可能 只是合适与否 这就是他直接提到 因为在他的这个提供的消息当中 最大的数字我们看到是12万的数字 在这个苏加屯地区 那他讲说从这么个角度来看的话 从全国范围角度来看的话 这就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这是06年3月份 那如果我们追溯到到了07年 回头跟大家分享资料 07年我们看看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在针对卫生系统和国际社会的时候 他的表态 他当时的表态是为了推卸责任 他当时的表态是为了掩盖真相 那我们会从那些数字当中会验证 几万十几万根本不是个数 全国范围内的数 这个数字将无法想象 就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说 活体摘取法龙玄器官贩卖 将会把中共最终的邪恶完全崩溃 这个国体完全不存在 这也就是 而作为薄熙来在辽宁主政时期 将从这位老军医的资料当中 我们会看到 辽宁是整体这项活动当中的最前列 王立军在锦州建立的 有关心理研究中心 是全国第一家类似的研究中心 而在当年06年 也是在06年 他直接说在锦州 他自己的中心里面 锦州市公安局里面 他就做了几千例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实际的情况 这些数字都是他们提供的 这些数字都是党的媒体在宣扬他们的伟大 他们的光荣 他们的正确 他们的成绩的惊人 他们的有力 他们的崛起的文章当中 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一面 那他接着讲说 需要了解的问题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 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而是做多少问题而已 他说呢 对于法轮功整体的内容呢 截止到现在 我不能完全能够理解 但是呢 对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呢 我又能够理解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非常认同法轮功的一些内容 这是他自己来讲的 那紧接着讲说 同时本人提供的信息 以及意见 并不完全是代表本人独立的意见 这也包括其他地区部分军队同事的意见 那这是06年出现的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整个军队系统当中呢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而是相当一部分人是有着良知的 那今天是不是一个时机 真正这些人站出来 像就像2006年 当时这位老军人所作所为 你也站出来 讲出你看到的 讲出你曾经经历过的 讲出你那一段生活当中 对你一生可无法能够忘记 而且噩梦长眠的这种过程 对你本身也是个解脱 对所有的人都是个尊重 对活的死人都是个尊重 我相信今天是时候 每一个曾经接触过类似事情的人 无论你是医生 你是军人 你是警察 你还是什么 只要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 在那个年代里面 你曾经接触过类似事情的人 你都有责任站出来 为了自己的人性和尊严 正像我提到过的 那这种活摘法轮学员器官呢 被人们不能接受 情感上不能接受 是因为我们曾经善良 我们自身是善良的 但是六年七年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真正中共的邪恶 所以我回顾把老军医的声明先拿出来呢 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历史的背景的环境 和我们当时每一个人在那个环境下的一个概念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